朋友送了很多这个橘子的枝条 而且它这个橘子的品种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就准备拿来剪下来 把它用来扦插 把它剪成一只一只的 像这种扦插这么长就够了 这么多 准备剪插 那我要尝试一种新的方法 用香蕉 用香蕉 把它的根部涂抹一点香蕉 这样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营养 用这种香蕉 就说了 就是这种香蕉 在一种从小的帖子里的香蕉 灯火 二支 虾 这几颗插在香蕉里面 然后埋在土里做个试验 看最后长得会长得怎么样 挖个坑 把它埋进去 埋进去用土把它腌住 这边已经腌埋好了 擦点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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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些扦插到土壤里面 这个下面都是抹过香蕉的 直接扦插 多一点扦插的话 它存活率总是有活的 虽然说不高 但是这一次我弄点香蕉 看一下存活率高不高 也不是全部都会活 但也不是全部都存活 也没有全部都死掉 所以说多一点 选择面就广一点 像这一盆能够存活四五颗 我觉得就很满足了 以前没抹香蕉的时候 它像这样这么密集的话 大概也有五六颗是活的 而且我几乎 牵插完了以后 几乎都没有管它们的 都不去打理它了 牵插完了以后 然后浇足水 浇透水 浇透水 浇透了以后 用这个塑料袋把它造起来 因为今天是2023年2月21号 所以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 那么我用这个塑料袋把它造起来 相当于是一个 起到一个小温室的作用 要一直保持湿润就可以了 像这种刚刚种下去的 这种情况下 一个礼拜不用去管它 就放在散光的地方就可以了 树下呀或者是放在其他的地方 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种方法我想做一个试验 做什么试验呢 就是把这些枝条插在土豆里面 然后再埋在土里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插在土豆里 还蛮紧的 没关系 可以再下去一点 插透了以后它会放回 做一个试验 然后待会就把它种在土里 连土豆一起种在土里 看它过几个月 看它生长情况怎么样 这个都是在不断的实践当中 当取得成功的时候 那么这个方法就对了 好 好 好 所以 你再往外之后 先复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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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插几根比较润的枝条 细的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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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土豆 插到土豆里 多插几个 最后再用枪胶 发在香蕉里 看哪一个生长的比较好一点 再用枝条 大车擦了以后不要土豆发芽了 土豆发芽了 这个还没发芽 太好玩了 有可能土豆先发芽 不过都是好玩 一当一做个试验 算了就差那么多土豆 其他的就差香蕉 这样摆 先撕一条缝 这样插 这样插 好 放在花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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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个小温室了 这个来种香蕉 香蕉里面插的是橘子 特别好吃的橘子枝条 埋在土里 然后用土把它盖住 盖住这边 这边还有 埋下去 用土盖住 盖住了以后 浇透水 再来点土 浇透水 小温室 这个橘子的粗汁 我也想做个试验 看能不能发根 就用香蕉来 做试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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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福度 mes flirting 然后把它 还是放到土里去 放到土里 放到土里 这还有一个最粗的枝 这种一般监察不容易活 但是还是没关系 什么都是做做事 也不丢 什么都不丢 试一下 试一下最后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就这样包住 再加点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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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雞 雞雞 RTX 3、4、4、60克 鋼锅 鱼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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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浇透水 然后再用塑料袋把它造起来 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和点赞 后期我会不断的更新视频 谢谢